《逆經故事》 根掛 李德鳴 醫療和信 打造西夏 93 根 其限 列 其人 勵分心 根 燒出目光所及 隱身廣闊 其 器皿相比波基 隱身篩選分類 限 視線比土優阻擋 隱身限制 列 用刀分解骨頭 隱身排列 人 食欲靜物向上生長 人身攀附 例 山拿下蝶子 人身厲害 分 用袋出果香草 人身香氣 心 心臟 人身心思 分心 是影響心智 意思就是 受到限制 無法擴張 排列攀附 利害足以影響心智 夏泰宗 李德鳴的故事 開解這隻鴨的鴨耳 李德鳴 981年到1032年 黨漢族 小智 柯怡 又叫做托伯德鳴 夏泰宗 李繼遷的大兒子 媽媽 是信誠二孝皇后 野利是 遼史 為了避遍遼目中 耶律明的位 多叫李德鳴為李德昭 順花元年 遼朝封李繼遷為夏國王 宋太宗晚年 三次派軍大規模 進土李繼遷 第三次大軍 一日宋太宗逝世未發兵 其餘兩次都沒有重創李繼遷 咸平元年 九九八年 宋鎮宗職位 李繼遷攻陷寧州 雙方定立 景德和義 李德鳴 深層有氣道 多權謀 宋咸平三年 即一千年 遼聖宗 受李德鳴為遼數方軍節道士 宋景德元年 正月初二 即一零零四年 一月二十六日 李繼遷在寧州逝世 李德鳴在舊前職位至夏皇位 聽取李繼遷為言 一表不聽 則再講 須例白表 不得請勿指也 即凡事都要向上請事 直到答覆 宋真宗招納西夏 屬番部內行 孤立李德鳴 下週番部指揮市都尾 投靠宋庭 李德鳴繼位 還未獲得冊封 翻逐大多慈觀望態度 三月 李德鳴顯示去到遼朝 獻上李繼遷的遺留物 七月 遼聖宗鋒李德鳴為西平王 宋景德三年 一零零六年 李德鳴派遣牙將 劉仁澳 請求歸赴信庭 宋真宗鋒李德鳴為特進 檢教太司兼時鐘 遲節都督下週諸君士西平王 李德鳴同時向遼送清晨 接受兩國封號 自己向西發展 醫療和信韜光養晦 幾年之間西宮吐波和回律 奪取西良府 金州 瓜州 沙州等地方 西力範圍擴展到整個河西走廊 德宋不斷地封號 李德鳴在遼國地位也不斷地提升 大中長浮元年 一零零八年 遼國顯示冊封李德鳴為大廈國王 降召給李德鳴 加次為首正功臣 增加食一一千戶 食十方四百戶 沒多久西夏境內發生大罕 宋朝下召禁止不賣東西給河西 解決西夏境內的饑荒 11月23日 宋鎮中泰山封禪 顯示封刺李德鳴為中書令 增加食一一千戶 食封四百戶 大中長浮二年 即是一零零九年 李德鳴西宮回律 在白天見到行星 認為天象不是那麼吉利 所以回軍 大中長浮三年 一零一零年 李德鳴統治區域發生大饑荒 上表宋朝請求贈製糧食一百萬石 趁機探視宋朝的態度 宋朝朝野不知所措 丞相黃澹上表請求 在京師運送糧食一百萬石 下召西夏派人來拿 李德鳴認為宋朝是有見識的人 停止向宋朝殺取糧食 廟朝顯示冊封李德鳴為夏國王 大中長浮五年 即是一零一二年 李德鳴追尊父親 廟號武宗 大中長浮七年 即是一零一四年 檔案境內降落大雨 緩解國內的巷災 大中長浮八年 一零一五年 李德鳴派人在石州 俗龍谷收捉堡壘 準備建設確祥遭到宋朝阻止 確祥在邊境設立的護貿市場 大中長浮九年 一零一六年 宋朝邊臣違約招立逃亡的人 李德鳴上表向宋真宗抗議 宋朝下令不可以與李德鳴的部隊 互相劫略兩國遵守文藥相互守邊 天氣元年 一零一七年正月 宋朝家授李德鳴太父 食一筆千戶實鋒四百戶 天氣三年春天 李德鳴為繼母丁休 宋朝派團團圓內郎上官必吊臉 天氣四年 一零二零年 遼聖宗耶六龍碎 親叔五十萬大軍 以狩獵為名 攻打西夏涼甸 李德鳴派軍大敗遼聖宗 李德鳴為西平府千刀懷遠鎮 改名興州 即日後的西夏國都興興府 天氣五年 一零二一年 遼侵夏失敗 派遣金門為上將軍蕭孝成 賞賜李德鳴玉冊金蔭 插封李德鳴為上書令大夏國王 賢興元年 一零二年 宋振宗不僅賜李德鳴官爵物品 對黨的文化事業都熱心 派遣使者贈送給李德鳴 移天具駐力 賢興二年 一零二三年 李德鳴率軍攻打慶州 秦檢長城吉和李德鳴作戰不利 李德鳴在懷遠鎮大啟公室 修建都城 改名興州 天勝六年 1028年 李德鳴派兒子李元鳴 領兵消滅金州回律 兩年後略取瓜州和沙州 西夏勢力極底玉門關 具有整個河西走廊 李德鳴迎建公室、管役、橋道 講定禮儀制度 追尊李繼遷為皇帝 立政妻為務士為皇后 立李元鳴為太子 取武族務士為妻 李元鳴多次勸李德鳴 不要向宋朝稱臣 李德鳴這樣說 我們長久以來都處於戰爭狀態 國號民平 我們黨漢人三十幾年 能夠依錦服矣 都是宋朝的恩賜 不要輕易辜負 李元鳴大聲地說 衣皮無視束目 是我們凡人的習俗 英雄在世 當和皇霸大業 為何介意綿耳這世的事呢 李德鳴想結好薛丹 顯示向薛丹請婚 尿勝總是准許了 宋天勝8年 1030年3月 花州梅律王言順見到李德鳴的勢力壯大 怕有朝一日被李德鳴所滅 叔叔請寒 李德鳴恩然接受 12月 李德鳴向宋朝獻馬七十刻 黑球宋朝赤佛經一葬 宋文宗同意了 因為祭祀還憂大赦 加設李德鳴功臣名號 天勝9年 1031年6月 遼聖宗駕崩 顯示向李德鳴告愛 12月 涉丹根據原來的婚約 將仲室的女兒 興平公主 嫁給李元鳴 明道元年 1032年5月 宋仁忠因為李德鳴素來對宋朝供信 顯示辭賊 封李德鳴為夏王 居服新旗規制僅僅低天至一級 加食一筆千戶 7月 鎮聲犯鬼 犯東南星 大風突起 陽塵拔木 自從梁州被西州回律公取之後 李德鳴心中憤憾 命李元怨功打梁州 9月 梁州奪回 明道元年 1032年5月 宋仁忠次李德鳴玉佩 款書 明道元年 至夏王李德鳴全配 民式主體是出雲農 北宋朝廷 承認西夏政權可以傳承 10月 李德鳴準備清帝建國 突然之間去世 時年51歲 宋仁忠和李德鳴絕朝三日 和王太后承譽去到墨殿 新村素復 為李德鳴舉哀 宋朝追陣李德鳴為太師 上書令兼中書令 公元1038年 李元奧正式清帝建國 西夏宋寮三國鼎立 西夏建國之後 追笑李德鳴為江聖皇帝 廟號太宗寧號嘉寧 1227年西夏為蒙古所滅 西夏末皇李燕投降 沒多久被殺 壯處不祥 西夏滅亡 蒙古軍隊嚴重破壞西夏皇陵 明代紅武年間廢善西夏皇陵 1938年 德國飛行員烏爾夫 整理在中國航拍島的相片 出版《中國飛行》一書 在銀川拍手的照片中 出現西夏皇陵 1949年 文物管理部門 一度認為西夏皇陵是堂墓 1972年 中國國家民物事業管理局 決定挖掘西夏皇陵 2014年 確定7號陵務主任 是西夏仁中李仁孝 182號務主任是梁國政憲 王毅明安慰 李德鳴的嘉寧考古調查 叫2號陵 為1號陵西北避免建築 基本全部都變成廢墟 除了四周國台殘存高度比1號陵略低之外 其餘殘存情況、整體架構、建築構成、地理朝向等等 都與1號陵無相似 祝福 祝福 祝福